170克中筋面粉 加入50克烟麦粉 2汤匙砂糖 1茶匙继发酵母 将干性材料搅拌均匀 130克烟麦奶 奶不甜,没有加糖 我用微波炉热,放凉 我需要的温度在50度摄氏至55度摄氏之间 凉到54度,正好 把奶加进去 先搅拌均匀 一只鸡蛋发开 剩下药膜1茶匙蛋液 加入1汤匙橄榄油 手搓成团 它会比较黏 所以我准备了中筋面粉做手粉 下炒粉 搅拌至没有黏 先拿出来搅拌 现在搅拌3分钟成团 然后盖着它 让它静置10分钟 10分钟之后我会把它压开 和这个方包盘在同一个长度 这些是40g的传统烟蜜片 我会灑上去 要么是灑30g 把烟蜜片压在粉团里 把它卷起 一路卷一路就把它扔一扔 去到边位就按一按 把它按好 把摺口向下 放在方包盘上 然后就把面团放上一盘35度的暖水上面 盖好发烤90分钟 90分钟之后 啊 大了很多 然后我就把留起那茶匙的蛋液 掃在包面 把这10g的烟蜜都铺上去 放入预热好的烤炉 350度华士 即是摄氏180度 就烤它25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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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